作为一名跑步教练 我时常被问及各种关于跑步的疑问与建议 而其中 强烈建议你去慢跑这一句话 背后蕴含着我对跑步这项运动深刻的理解 与对跑者身心健康的深切关怀 慢跑 这一看似简单却蕴含无限可能的运动方式 不仅能够提升体能 塑造身材 更能在心灵层面带来深远的积极影响 下面 我将从多个角度阐述 为何我如此强烈推荐大家去慢跑 一 慢跑 适合大多数人的黄金运动 首先 慢跑是一种低冲击 高收益的运动方式 与快速奔跑或高强度间歇训练相比 慢跑对关节的压力较小 减少了因冲击力过大而导致的运动损伤风险 这意味着 无论是初学者还是长期跑步爱好者 甚至是那些曾经因运动受伤 而犹豫是否重返跑道的人 慢跑都是一个既安全又有效的选择 它能够让你的心肺功能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升 同时避免对身体造成过大的负担 二 慢跑 燃烧脂肪的力气 慢跑在燃脂方面的效果尤为显著 当人体以较慢的速度持续运动时 身体会逐渐从主要依赖糖原功能转变为更多的利用脂肪作为能量来源 这种有氧氧化的过程 不仅有助于减少体内多余的脂肪 还能提高身体的代谢率 让你在静息状态下也能消耗更多的热量 因此 慢跑是减肥和塑形的不二之选 三 慢跑 心灵的疗愈之旅 除了身体上的益处 慢跑对心灵的滋养同样不可忽视 在慢跑的过程中 人们往往能够暂时忘却日常生活中的烦恼与压力 让思绪随着脚步的起伏而自由飘荡 这种冥想式的运动体验 有助于降低焦虑水平 缓解抑郁情绪 并提升整体的心理健康状况 许多跑者表示 在慢跑之后 他们感到更加放松 愉悦和充满活力 四 慢跑 社交的桥梁 慢跑还是一种极佳的社交方式 你可以邀请朋友一起加入慢跑行列 共同享受运动的乐趣 也可以加入当地的跑步俱乐部 或参加线上跑步社群 与志同道合的人分享跑步心得 交流训练经验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发现自己不再孤单 而是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 相互支持的跑步大家庭的一员 这种社交互动 不仅能够丰富你的社交生活 还能激发你持续跑步的动力和热情 五 慢跑 提升生活质量的钥匙 慢跑还能够显著改善你的生活质量 通过长期坚持慢跑 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强壮和灵活 你的精神状态也会变得更加积极 乐观和自信 这种由内而外的改变 会让你更加热爱生活 珍惜健康 并愿意为了保持这种良好的状态 而付出更多的努力 此外 慢跑还能帮助你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提高睡眠质量 增强免疫力等 从而全面提升你的生活质量 六 慢跑 个性化的运动方案 当然 慢跑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地按照某种速度或距离进行运动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 运动目标和偏好都不同 因此 制定个性化的慢跑方案至关重要 作为跑步教练 我会根据每位跑者的具体情况 如年龄 体重 健康状况 运动经验等 为他们量身定制适合自己的慢跑计划 这包括确定合适的慢跑速度 距离 频率以及逐步提高运动强度的策略等 通过这样的个性化指导 跑者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最大化的发挥慢跑的益处 七 慢跑 培养毅力和自律的途径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 慢跑还是一种培养毅力和自律的有效途径 在慢跑的过程中 你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如天气变化 身体疲劳 时间紧张等 但正是这些挑战促使你不断挑战自我 超越自我 当你成功地克服这些困难 并坚持完成每一次慢跑计划时 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坚韧不拔 自律自强 这种毅力和自律的品质 不仅对你的跑步生涯至关重要 还将对你的人生道路产生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 慢跑是一种极健康 塑形 减压 社交 提升生活质量和培养毅力自律于一体的综合性运动方式 无论你是为了减肥塑形 提升体能还是放松心情 我都强烈建议你去尝试慢跑并坚持下去 相信我 只要你迈出那一步并坚持下去 你一定会收获一个更加健康 自信 快乐的自己 之前 第一次 我 优200 现